好了,我现在讲怎样被圣灵充满 我再说一次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但圣灵充满是不容易的 经历圣灵比较容易 经历是什么意思呢? 在聚会中有人为你祷告 你感受舒服,感受能力 这个是经历圣灵 经历圣灵是容易的 因为圣灵居住在里面是非常的充满 你在里面常常有神的同在 你随时祷告都可以感受神的同在 你为人祷告,别人也感受神的同在 这个是强烈的神的同在 这个不是每个人容易得到的 是我们必须付出代价 是高度的付出代价 我告诉你,我自己听见神是很专心的 现在不用看其他的书啊 我告诉你,我将神放在首位 我整个生命献给主 整个生命完全地信服神 追求高度地被圣灵充满 因为我知道圣灵充满的好处,益处,帮助 我知道圣灵充满的益处 所以我是用很大的努力去建立圣灵充满的 但这个,当你有这个圣灵充满 你生命很美好的 为什么呢? 你的事分会有力量 你的内心有力量,有平安,有动力 神也给你很多意念去教导你 你整个生命就改变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渴慕圣灵充满 愿意付出代价 很乱,你问他 想不想进大学啊? 很想 读书想不想?不想 不想读书能不能够进大学啊? 不能 很乱说,我很想圣灵充满 那你愿不愿意离开你的罪啊? 不太愿意的 愿意用时间专心祷告吗?不愿意 不愿意不能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就是高度的与神的同在 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人 有可能应该有这个圣灵充满的 第一是以洛,与神同行三百年 然后神将他提出 所以他必定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然后摩西 摩西他每次祷告 祝福敬拜 一会的荣光就降临 摩西 然后撒姆尔 撒姆尔有一群先知门徒跟随他 他们投入祷告 经文在哪里呢? 撒姆尔记上 十章和十九章 撒姆尔记上 十章、十九章 讲到一群先知门徒跟他一起 然后扫罗去到他们中间 就马上受感说话了 然后十九章 扫罗再一次也是受感说话 这个是 撒姆尔是圣灵大大充满 另外是大卫 然后 其实有其他先知都有很强烈的经历 例如 以色列 以色列被神的灵提到天上 看到天上的荣光 这个他见到的情景就好像约翰在《启示录》记载的 然后有不同的先知 例如以色列 他见到神降临 然后新约的时候 彼得、约翰、保罗都被圣灵充满 圣经里面有记载这些人 他们都是被神大大使用的 还有以利亚、以利沙 都是有很多神迹提示的 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你想不想啊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当你真的很爱神 神这美好 我愿意全心地信服神 赠宠神 神就充满你 好了 这里说 怎样长期的被圣灵充满 长期的 不但是以撒子 每一天的 第一 一起读啊 对付罪 悔改 求主赦免 憎恨罪 离开罪 有些人会犯罪的时候 会悔改 想到他赦免我 赦免我 但还是继续犯罪 我们必须明白 罪很有破坏性 我就憎恨罪 憎恨罪 很多人 被罪影响 不觉得有问题 他们被情绪影响啊 被人影响啊 这是罪 他们 没有处理 这个就是 他们虽然悔改 但没有憎恨这个罪 我的里面 我憎恨所有的罪 我要离开所有的罪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圣灵是圣洁的 有罪的话 圣灵不能充满我们 第二 一起读啊 圣经 心爱 相信 可应用圣经 有些人读圣经很多次 他们熟悉圣经 但没有应用 没有真宠 就没有用的 熟悉圣经很多 但没有用出来 是没有用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们喜爱圣经 喜爱神的应许 我就愿意 全心全意的 这样圣经应用出来 然后第三一集读啊 信神很爱 看重和很想充满我们 有些人打发去这样的 神啊 快快医治我了 神啊 快快快快快快 就很 很担心神不会医治 很担心神不会祝福 就觉得神很远 但你相信什么意思呢 神允许他在我们前后 环绕我 所以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我知道 神就在这里 尤其是当我们 经历神 你经历平安 轻松舒服 你知道这是 从神来的 圣经说的 耶稣将平安 祈给我们 耶稣将安息 祈给我们 神将 圣灵将神的爱 这样灌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 有平安喜乐有爱 你知道是神灵在 你就相信神很想充满我 所以你每一句祷告 神你很想充满我 真好啊 真好 你很想充满我 不但是 不是我们单方面的 神充满我们 在《使徒行传》 二章十七节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教官 凡有血气的 神要充满 神的心意 是很想 每一个基督徒 都与他有亲密关系 圣灵充满是怎么样 如果我用一个比喻 如果这是一个人 神的灵 很想 大大的充满他 住在他的里面 吩咐他做什么 他就做 神很想 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这样 与神有这么 亲密的关系 神说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但他在世界上 找不到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有基督徒是这样 但大部分基督徒 是怎么样了 大部分基督徒 就是舍意犯罪 懒惰 不愿意读圣经 不愿意祷告 不愿意赠宗神 没有看宗神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很伟生的 基督徒是小数 很多繁达的基督徒很多 但放下中的基督徒不多 所以神的心意 是他很想 很想充满我们 我们有信心 神很想充满我们 所以我全是爱神 神很喜悦的 然后祷告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其他每一点都重要 离开罪很重要 圣经很重要 信心很重要 祷告 长时间用整个思想 依据感情和心灵 去爱慕神 用轻松和可慕神的心态 去祷告 去敬拜神 就是这个心灵和诚实敬拜 整个思想 我们的魂包括 思想 意志 感情 我今天早上解释过 思想完全认同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好 神祝福是最好的 一句 我决定完成了跟踪神 然后感情 想到神就喜欢神 想到神 神真美好 其实你看神创造的所有都很好 你听到飞鸟的声音 是不是很 很轻松 很开心 神叫的都是很 很美好的 你看到小孩子很开心笑 是不是 很 很可爱 乖的小孩子很 很可爱 神所做的都是很美好 神创造的食物都是分享美好 所以你就说 神啊 我真的很喜悦地 整天这样 我告诉你 我不会浪费时间 为什么呢 时间很宝贵 我一边讲到 现在我一边讲到 我的心是喜欢神的 所以我里面感受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在我里面 刚才这个姐妹说 她我为她祷告 她里面就战斗 我告诉你 当我祷告 我里面就战斗出来的 我投入 我整个人就震动 但这个是可以控制的 但这个能力很强 你看我现在 这个是我自己来的 圣灵的能力在我身上 这个能力令我越来越接近神 我想到耶稣 哇 能力就来 喜乐就来 去整天这个状态 才尽量保持圣灵充满 我告诉你 很多人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他觉得很闷 整天这样祷告很闷 但我说 我得到的喜乐平安是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我问你问你 如果有方法去天堂一天 你去不去 去去 如果有机会去天堂 你会经历到神极大的恩典 你会说什么呢 你会说 哇 在天堂真好啊 在天堂比我在地上所有都更好 我告诉你 圣灵充满也是这样 圣灵充满是越来越接近天堂 这好像 以落与神同行 整天 阿利路亚 阿利路亚 咱们主 耶稣 阿利路亚 咱们耶稣 你是去惩战在这种状态 我告诉你 这个福气是极大的 我去整天在这个状态 整天在这个状态 我希望你们都去在这个状态 你可目 必定用时间 专心的 不要有东西分散你的注意力 你开始的时候 不能接受可以播放音乐 播放音乐 然后你跟着这个音乐 爱慕神 但慢慢你不需要音乐 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思想神也可以 思想圣经也可以 思想 诗歌也可以 思绪爱慕神也可以 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很有笑 就好像你的里面 飞到神那里 你现在站起来 看有多少人 可以有这个经历 你好像飞到神那里 好像里面飞出来 一起做这个声音 一起做这个声音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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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呀飞 飞呀飞 飞到耶稣 我爱抱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飞呀飞 飞呀飞 飞到耶稣 我爱抱你 就好像里面飞出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有多少人 有飘飘人的感觉了 你有 真的有 出来 出来 谁有 谁有 好像飘飘人的感觉 谁有啊 哈 出来为你祷告 哦 有没有觉得清飘飘的 轻松的 好了 你出来 你对着我 对着我 啊 真真 拿手机 放下重大 哦 哦 你们一起祷告 你看他 我为了安守 他马上就 强烈地摇动了 哦 耶稣 感求圣灵改变我 每个投入 你想不想被圣灵充满 你想被圣灵充满必定要投入 感求圣灵充满我心 感求圣灵是否 感求圣灵勇化我心 感求圣灵改变我 圣灵充满我的心 你从心灵叫出来 从心灵叫出来 哈利路亚 你们觉得怎么样 刚才看的是白云 现在看的是那一束光 内心觉得怎么样 很平安 好像我刚才 我的这个胳膊是非常沉重的 现在感觉很轻松 有没有喜乐 刚才是喜乐是不是 这个就是越来越被圣灵充满 但这个需要保持 每一天保持 孩子不听话还是保持 孩子不听话 想到神就保持 好的 哈利路亚 整天这样做 哈利路亚 圣灵充满 最重要就是这个 整个 可以做下来 整个心灵去爱护神 常常相信 神很想充满我们 常常相信 神有很多恩典 神有无限的恩典 我就享受神 哈利路亚 咱们耶稣 我问你们 你们想读书很好吗 有聪明智慧吗 神能够帮助你 读书很好 每一样事情学的都很好 我去外国的时候 我是23岁 我告诉你 在10岁之内 去外国学英文的 他们的英文可以讲的是 跟本地的小孩子一样 如果他常常跟 这些孩子 讲英文的 英语的一起 我去的时候 去23岁 通常 23岁的人 讲英语 不会讲得 好像本地的人的 但神给我这个聪明智慧 我去了23岁 然后有一个老旭 给我一个录音 然后我跟着去讲 跟着去讲 模仿他说话的方式 我现在讲的英语 都是非常的流利的 这个是 是神赐的智慧 我学普通话 也是20年前 学的 然后我学的时间很短 但我 学了这个拼音 然后我听这个声音 录音 圣经录音 神就提醒我的普通话 虽然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 我的英语比我的普通话好很多 但每一方面你们都可以进步 我希望你们可目 好的 第五 一起读 可目被圣灵充满 为神献上生命 这就是说 你必定要可目的 我很想被圣灵充满 而且被神使用 将生命献上 你的生命就不再是一样 我告诉你 跟我一起来的这个姐妹 她经历很多困难的 她的丈夫离开她 她曾经想 之下有忧郁症 忧郁症 然后她有癌症 但神医好她 在这个癌症的过程 医生说你不能做工 但没有人照顾她 她必定要做工 医生说如果你做工 做什么事情 你的手就会很有问题 但现在她没有问题 这个是神的祝福 所以不要以为 这些人充满神的同在 他为人祷告 刚才他为这个 序母祷告 他也经历神的安慰 这个就是神的恩告 所以我希望你可目 可目 说很想 我将生命向上 我告诉你 我们只能活一次 你不能再活这一天 这两天的时间 你只能活一次 过去的已经不能返回 但现在你可以停留在现在 使用现在被圣灵充满 你善用现在的时间 你的生命就会被提升 然后第六 被圣灵充满 必定要怎么样 处理生命 处理罪 负面思想和情绪 如果你整天都不开心 烦恼 常常 有不同的困难的话 你不能被圣灵充满 为什么呢 你是被 烦恼充满 你要哪一样啊 你要圣灵充满 还是烦恼充满的 但有些人是被烦恼充满的 所以他们 做什么都做不好 我们就决定 烦恼是从魔鬼来的 烦恼是从罪来的 你愿意被魔鬼控制吗 但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们说 我对我不好 我就烦恼了 我想哭了 有些人是整个生命都是烦恼 因为他常常看到不好的事情 但你就说 我要吃神的恩典 领受神的恩典 也领受人的恩典 人对你好 你就领受 人的垃圾不要吃 不要去反复思想 我不要被他们影响 这个就是 我希望你们这样做的 好了 第七 一起读啊 按手祷告和圣灵充满的祷告 会有帮助 有帮助的 但不能依靠 按手祷告 你必定要自己保持 因为 为了按手人 有一天会离开 你必定要自己保持 所以我们再读一次 怎样被圣灵充满 读红色的部分 对付罪 圣经 信心 祷告 可目 处理生命 按手祷告 圣灵充满的祷告会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常常活在神的同在 可目圣灵充满 付出代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好了 神给我这个 经历圣灵步道法 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我为人祷告 很多的不同的经历 我有些加油 我为了祷告 他哭了一个小时 因为他里面的忧伤走出来 神的意志 迎到他身上 然后我为一些 为信主的人祷告 他们也经历圣灵啊 他们也有圣灵的 带来的平安 轻松 舒服 我就问他们 你有没有什么经历 他说很舒服 很平安 我就说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神是可以经历的 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吗 他说 我就向他解释这个福音 然后带领他信主 这个是经历圣灵步道法 我希望你们都学到这个方法 我曾经用这个方法 带领很多人信主 有些人说 我有一个朋友 我想带他信耶稣 现在不要读圣经 现在 不要读圣经 你听我的内容 也看我怎样表达 很重要 看我表达了轻松 你就学习怎样 轻松地讲圣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很多时间读圣经 不需要现在读 放下圣经 不要现在读圣经 好了 这个有人曾经对我说 我有一个朋友 我上来传福音很多次 他都不愿意信耶稣 我说 你带他来 我带了他来 他带了他来 我就说什么了 我就说 神是非常美好 神是可以经历的 你想不想 我为你祷告经历神 他说好啊 我就为他祷告 打工玩家 我问他 有没有什么经历感受 他说 平安轻松 我说这是圣经所说的 神会将平安赐给你 神会将你轻松 拿走你的重担烦恼 神这样祝福你 你想神以后祝福你吗 他说我想 我就告诉他 耶稣为他定死 在许多加上 你愿意 承认你的罪求 耶稣宣明吗 他说就愿意 因为当他经历圣灵之后 他知道神是真实的 他就愿意信耶稣 我告诉你 我曾经在路上 我们在路上有布道会 也有时间我在路上 向人传福音 我说 我说什么呢 神很真实的 你可以经历神的 他们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 现在走过来 我为你祷告好不好 有些人我为他祷告 他马上就经历平安 轻松 然后我就带他们信主 这个好不好啊 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你们的孩子 来到这个学校 你就马上 这个圣灵 你就马上 可以为他按手祷告 让他经历圣灵 另外 父母有孩子 有一天你们可能长大 可能你们长大 有一天你们 做父母 你知道很多孩子 不听话吗 你怎样帮他们听话 我告诉你 这个秘诀 你为他祷告 他们经历圣灵 你问他 有什么感受啊 他说很平安 舒服 你就说 这是耶稣来到你身上 以后耶稣祝福你 你就很开心 你就为他祷告 然后他知道 每一天知道 这样祷告 就经历神 然后你说 你自己祷告 他自己祷告 有没有平安 静松喜乐 有啊 这是神与你同在 这样的话 他就知道 神是很 与我们有 亲密的关系 你就帮助他 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将来他长大 也会跟踪神 但很多人 去家当时是怎么样 就是听到 听到 但不觉得神是真的 所以很容易离开神 但你经历圣灵之后 就容易保持你与神的关系 也帮助人保持与神的关系 所以这个非常有用的 好了 我说一说这个过程 首先是经历圣灵的方法 我们怎样经历圣灵呢 第一 我们一起读 平安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然后庆舍 劳苦但重担者得安息 要爱 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心灵意志 一好伤心人 以赛数61章一节 赶鬼异病 奉主名赶鬼安守 这个马可福音16章17-18节 喜乐 喜乐由代替悲哀 这个以赛数61章三节 身体舒服 诗篇16章9节 我的肉身也黯然居住 一句诗免 诗篇4章8节 我必黯然躺下睡觉 得着能力 使徒行传一章8节 得着能力做见证到地区 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 神是可以经历的 各方面都可以经历 所以我们就说 神帮助我们经历神 可以经历神 可以为人祷告 他们也经历神 这个是经历圣灵的方法 然后这个 其实你们可以用手机拍的 如果你有手机的话 拍这个照片 好的 这个过程怎么样呢 请你放在记忆里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第一 聆听及回应人的需要和感受 你语言沟通 他说我不开心 你就说 我知道你不开心 你有什么不开心 告诉我 你就了解他不开心的地方 你关心 你感受他的不开心 你感受他的不开心 他就会觉得安慰 很多人是这样的 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 如果有人说 我很不开心 你可以怎样回应 请问你们 为什么不开心 这个是一个方法 就是了解他为什么不开心 然后他告诉你了 我什么原因不开心 因为我的老公老婆 儿女 家人 那你可以说什么呢 我的朋友 神赐福给你 好的 很好 很好 但我说 在人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马上告诉他 关于神 他未必接受 但首先是我们接受 我知道你跟家人一起 他们对你不好 你会不开心 你就是感受他的感受 你们明白吗 我感受 知道你跟家人一起 不开心 是不开心的 是烦恼的 我就接受 接受他在这个情况 会不开心 好了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爸爸妈妈不开心 你可以说什么了 你们愿意回答吗 如果你的爸妈妈说 我今天很不开心 你可以 再说 随便 随便 不是 垂背 给他垂背 给他垂背 按摩 按摩 这个也是好的 这个是好的动作 跟他按摩 很好 非常好 你很乖 这是我们愿同他有不开心 我知道 爸爸妈妈 你很辛苦 你为我们做很多工作 你就不开心 我知道你不开心 这样的话他就会觉得 我的孩子现在明白我的感受了 我们就明白 接受他的感受 好了 然后第二 分享自己或者别人 类似的经历和神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分享了 以前 我告诉你 我以前也有一种东西压在我的心里面的 我以前也有惧怕的 我也有情绪的问题的 以前 不是很严重 但我当时是有不开心的 我发觉 因为以前有人批评我 所以有些手 我洗碗的时候 会自己里面会有一些惧怕的感觉 找出来的 我经历过的 然后来 圣灵依据我 我就越来越平安 这个惧怕就离开我了 我现在没有这个惧怕 这个就是分享自己 或者是某人 你越多为人祷告 他们越多经历 你们就可以分享这个经历 第三 一起读 邀请对方接受 按手祷告 你想不想 我为你按手祷告 如果是同性的话 按手祷告 就没有问题 通常女性跟男性祷告 看情况 看情况 有些时候男性 这个女性按手 他会可能觉得 是不是他对我有兴趣 有些时候会有这个情况 所以最好是两个人一起 两个人一起 这样的话就不会令他误会 是你这个人对我们有兴趣 如果男性或女性 有些女性会担心的 因为我是牧师 所以通常教友都接受我 按手祷告 但如果你是认识一个人 最好你带另外一个人去 为他祷告 最好是带一个姐妹 你是男的 你带一个姐妹 这个姐妹问他按手 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误会 因为有些人是很惧怕的 不舒服的 愿不愿意 然后祷告完了 那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做呢 好像我告诉你们的 你看我 你现在站起来跟我一起 做这些祷告 习惯这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啊 感谢你 你在祝福我们啊 你在爱我们啊 你在爱我们 你与我们同在啊 你与我们同在啊 我们祷告 亲亲你 我们祷告 亲亲你 你就喜欢啊 你就喜欢啊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耶稣在爱我们 耶稣爱我们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神经上告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 感谢天父 很爱我们 神与我们同在 神会释放我们的心灵 将我们的重担拿走 神会释放我的灵 神与我们同在 欢迎耶稣啊 欢迎耶稣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祷告 奉主耶稣记得圣名 阿们 请你们继续闭上眼镜 好像我现在为你们祷告 请问你在祷告中 有没有经历啊 有没有啊 有不同的人都有经历啊 这个你就说啊 这个就是神临到你身上 好不好啊 你记得什么 平安 是不是平安很好啊 轻松是不是很好啊 喜乐是不是很好啊 神临到你身上 你想不想 神以后祝福你啊 你想 你就告诉他 耶稣为我们定习架 耶稣为你定习架 有没有人愿意为你死啊 我想问你 有没有朋友愿意为你死啊 没有啊 你最好的朋友 愿不愿意为你死啊 不愿意啊 但神愿意为我们死 是不是很奇妙啊 耶稣愿意为我们死 所以当我们 信靠耶稣 耶稣就赦免我们的罪 这样永生寄给我们 我们就有永生 神就祝福你 你就是祂的儿女啊 就有神的同在了 是不是很美好啊 这个就是这个 传福音的方法 好了请坐 刚才 祷告的时候 有谁 有感受 有尽力的 请举手 刚才 有感受这个力量的 请你举手 你有是不是 你就举手 所有 所有有尽力的 刚才有尽力的 刚才我这样祷告 你们有尽力的 都可以举手 非常好啊 那你知道就是 离开 这个 离开这个 就是遥 遥距 是不是遥距 距离 离开一个距离 祷告也有能力 我在电话 为人祷告也有能力 按手 最有能力 但离开一个距离 还是有能力 所以你就用这个方法 去 为人祷告 带领他们信主 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是 是 讲到神的美善 祷告的时候 一边 赞美主 神这么美好 Hallelujah 神这么美好 神 这样爱我们 就是宣告神的恩典 然后他愿意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耶稣为你 定律教 然后你就带领这个 祷告了 这个 信耶稣的祷告 我现在教导你们 最简单的祷告 然后比较负责一些的祷告 你们闭上眼睛 你就带领这个人 我说一句 你们说一句 亲爱天父 感谢耶稣 为我定十一家 我承认我是罪人 求你赦免我 将永生赐给我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的声明 阿们 这个是简单的 就是感谢耶稣 为我定十一家 求神圣免 使尽我的罪 将永生赐给我 这个是简单的 好了 比较长一些的 是承认一些罪 现在跟我说 亲爱天父 我感谢赞美你 你差遣主耶稣 为我定在十一家上 赦免我的罪 我感谢你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曾经有发露 有骂人 有说人是蠢材 有得罪人 有偷东西 有伤害人的内心 有对人 做对人不好的事情 求神赦免我 我也没有全心敬拜神 求神赦免我 求神将永生赐给我 我信靠耶稣 悔改 信靠你 就有永生 我就是神的儿女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生命 阿们 这个长一些祷告 你是不是承认不同的罪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就有永生了 你就带领他信主 但我告诉你 他虽然做了这个祷告 他未必是得救的 为什么呢 看他有没有真心的祷告 真心的悔改 有真心的悔改信主 他就马上得救 但有些人不是真心 就是跟你说了一遍 那你就帮助他 怎样跟从神了 怎样跟从神了 你可以读圣经 参加教会 祷告 去教堂 这是告诉他 怎样跟从神 这样的话 你就不但去带领他信主 而是带领他 以后跟从神 好了 关于这个经历圣灵 布道法有没有问题 这个方法是怎么样了 这个方法是帮助人 经历圣灵 然后让他知道神的真实性 就带领他去信靠耶稣 做救助 我现在请你们练习 我不能喝太多了 不能喝太多 我请你们练习 练习什么呢 两个两个 你就有一个 为另外一个祷告 你为祷告是怎么样了 谁愿意出来 我吃饭 谁愿意出来 谁都可以 好的 谢谢你 好的 对着我 放松自己 好的 然后我就 你可以问的 我可不可以为你 按手在你箭头上 然后我就按手 我就告诉他 现在我按手在你身上 请你闭上眼睛 你就想着耶稣 好 不需要他跟着去讲的 其实我会 我会带领你们祷告的 赞美天父 你讲的时候 你的灵一边飞到神那里 赞美天父 赞美耶稣 耶稣真好啊 耶稣爱我们 耶稣与我们同在 感谢天父 主耶稟 耶稣爱我 神经想告诉我 感谢天父 祷告 奉主耶稣记得圣明 阿们 请你人人闭上眼镜 这样的说 请问你在祷告中 有没有什么经历 感觉我一生轻飘飘了 感受轻飘飘 这是圣律说的 叫我们安息烦恼股当中的人 可以到耶稣这里来 他就许我们的安息 这是神来到你身上 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吗 想 那你知道耶稣为你定徐驾 耶稣为你 已经死在徐驾上了 你悔改求神赦免你 神就赦免你了 这个就是你们现在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